大家好 我是黄尼奥视频分享战队的禁书 今天是2023年10月25号星期三 PAN Network的最新发展 在全球的普及 代表着整个金融体系的演变 在这个数字货币的新世界中 PAN Network已经站在了前沿 为我们提供了更快 更安全 更便捷的支付方式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 全世界有哪些国家率先开始了 用派币支付的体验 第一是韩国 派币作为目前备受关注的 加密货币之一 伴随着派币支付的兴起 韩国的商家纷纷踊跃 加入了这一数字货币的生态系统 餐馆 咖啡馆 零售店 以及其他服务提供商 都开始接受派币支付 这不仅吸引了更多年轻用户 因为年轻一代 更愿意采用数字支付方式 还降低了与传统信用卡支付相关的费用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韩国竟然已经有130多家实体店 开始接受派币支付 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的变化 标志着数字货币 在现实世界中的广泛应用 这130多家实体店 遍布在韩国的各个城市 从大新商场到小店里的咖啡店 都可见到派币支付的重影 无论是购买日常用品 还是享受美食 你都可以使用派币来支付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实体店接受派币支付的原因 是因为其低交易费 和高安全性的特性 相比传统的支付方式 派币支付在交易效率 和安全性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此外 派币的利民性 也使得交易更为私密和安全 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事情 派币支付的国家 印度 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加密货币的普及也受得了该国政府的重视 印度政府已经开始推进数字化进程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让两亿人使用加密货币 而作为印度加密货币的代表 派币已经开始在当地商店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印度的一些城市 比如孟买和德里 已经有很多商店开始接受派币支付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线上平台也开始支持派币支付 这位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支付选择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世行派币支付的国家 黎日利亚 黎日利亚已经成为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领先者 相当数量的人口已经积极参与数字资产交易 该国精通技术的年轻人 加上其庞大的无银行账户人口 使黎日利亚成为Pan Network采用的沃土 Pan Network强调创建用户友好的体验 并提供金融包容性 这对群球替代支付方式的黎日利亚人 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第四个是阿根廷 之前有报道说阿根廷已经开发出了 派网络的ATM机 为一直将信将疑 后来经过反复确认这个消息是真的 阿根廷一直都是对加密货币表现 非常积极的国家 由于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比较严重 人们对加密货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阿根廷的派网络ATM机 是扩大加密货币采用和为公众开放数字金融的重要一步 派网络ATM是一种物理手段 允许用户轻松方便地进行派加密交易 用户必须通过严格的验证过程 包括身份验证才能在派网络ATM机上进行加密交易 这可以增加派作为日常交易货币的使用 有助于在派网络内创建一个更加活跃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阿根廷的派网络ATM机 是推动该国加密货币采用和金融包容性的重要一步 在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全世界各地的十几天接受派币支付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支付方式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派币项目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派币将会逐渐被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和应用 未来派币将有机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性加密货币 并以传统金融体系相结合 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安全的支付和交易方式 同时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派币也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说到这里 我们中华区域派有权重几乎占派网络活跃用户40%以上 也是热情最高 对项目方的任何发起都积极响应的群体 是派项目方最重视的社区 目前阻碍我们的KYC进程的最大障碍应该就是这个墙 这个是项目方和所有的先锋都感到无赖的地方 它使原本可以大规模过K映射的中华区 实时未能实施 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反而比我们中华区映射的多 但是即使如此 项目方在3月份的时候已经说过 可能要为我们中文社区专门开发一个KYC系统 这一切也许都在进行中 也许12月的KYC大转型已经囊括了一切 反正项目方一直都在积极行动 一切的美好 除了项目方核心团队在夜以继日的打造 还要靠我们广大派友经常团结 坚定信心 积极参与项目方的一切发起活动 派网络是我们大家的 不是核心团队的 它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区块链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股东 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要冷静 要淡定 黎明 再向我们走来 而我们也要马不停蹄的向光明走去 好 我是黄奥视频分享站队的禁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更多的派友 加入我们李奥大家庭 我们一起学习成长